如果有一座不用接入城市水电 就能自己供水供电的房子 室内种上够全家人吃的粮食蔬菜 地震震不塌 海啸冲不垮 是不是满足你对美好生活的全部想象 其实这早在30年前就被发明出来了 但你一定想象不到的是 这些温馨舒适的房子 原材料竟是别人不要的废物 10年前 这个男人来这里露营 因为受不了地上太多的虫子 他建立起了一个甲板 他的造房之路就此开始 这个绿色生态住所 隐于森林 藏于湖畔 屋外风景雅致 屋内秀色俊逸 天然环保的建筑和装饰材料 使风景与房屋自然的融为一体 住客在此仿若素顿于天然的美景之中 远离一切喧嚣 尽情体为自然的和谐与静谊 只要有空闲时间 他就来到这里 为了完成他的树林之屋 他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奔波 为了省钱 他从垃圾箱里收集木材 和一些可以利用的原材料 一个小小的房间里 居然有四五十种材料是回收在利用的 就门窗和地板而言 所有东西都是捡来的 整个房子只有搭建起结构的木料是新的 他们以回收木料做房屋框架 以废旧汽车轮胎做地基材料加固墙壁 建成了这座独特的住所 屋内家具如桌子 柜子等也都采用回收木料制成 宽敞明亮 极具极简主义风格 并且自然光线可透过大窗户照进屋内 地板是从健身房要来的 因为红色木料不够 有些是他们亲手画上去的 墙壁是从剩余建筑工地上取下的碎片 镇上做木工的经历 让他有了更多的接触废品的机会 他把所有能利用的东西都带到房子里 几乎屋内的所有设施都是环保材料制成的 比如原生态材料制成的床单 又比如可回收材料制成的家具 就连电力也是来自于锋利涡轮机 尽管是这么努力 他用了六个月的时间也仅仅制造了个大概 这时他的妻子出现了 此时的条件算不上好 厨房里连自来水都没有 也无法受到信号 而如今 他们拥有了太阳能电池板 一切都在越来越好 对热力泵的利用 更可以放心地使用桑拿蒸汽和热水充足的浴室 既方便又环保 这些很板正的成立方体的小屋 都是由可循环使用的木板改造而成的 小屋的一侧有一个大的玻璃门 通过这个精致的门 住客可以俯瞰静若明知的湖畔 配一点点白帆 飞驰的欧鸟和四剑的刘犬 艺术的气韵与自然的柔美完美地结合起来 门的来头也不小 妻子从倒闭的餐厅里搬出了这些没用的木门 丈夫在路边收了一些滑动玻璃门 把这两者组合在一起 就成了现在的精致木门 这里全年气候干燥 四季分明 给房子的建造带来不少方便之处 因为这样的话 墙壁就不需要壁板 普通的建筑需要堆砌一层又一层石膏板 昂贵又占地方 他们就省掉了这个麻烦室 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是男主人的衣橱 小小的房子却有很多巧妙的设计 因为妻子够不到高处的物品 所以桌子上的木板可以掰下来变成梯子 房子周围有几个大水箱 彼此之间用管道连接 这些都是男主人的杰作 水箱甚至还能过滤一些污垢 它们有泵 有饼丸和热水器 整个房屋一直有条不紊地运行着 这个生态小屋可谓将原生态的住宿环境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里靠风力 水 太阳能和生物燃料产生电力和热能 并通过系统处理生活污水 里面的各种装饰和生活用品均为环保材料所制 这所建造的小屋完全可以称为大地之洲 因为这个房子不仅仅使用废弃的材料建造 而且还充分利用了大自然的力量 比如房子的用电来源是太阳能和风能 而室内温度则依靠太阳光来维持 可谓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生态房屋 这里是天空甲板 有最好的景色 大片的绿色使这座精致的建筑融化于周遭的美景中 显得格外和谐 在晴朗的夜晚 可以看到城市的灯火阑珊 但是大部分时间这里都是黑漆漆的一片 人类无法完全离开电 所以他们也搞了一些太阳能板 每天他们都要在六点前关闭电源 因为长时间的使用会让电池烧坏 大大减少使用寿命 因为人们还不信任太阳能 所以社区电力的开发是要花费大量金钱的 这里是花园 夫妻俩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 还养了一窝鸡 因为食物的短缺 他们不得不每两周就离开这个世外桃源一次 所以他们正在努力自己创造食物 男主人讨厌城市 他认为城市过于沉闷 童年在乡间别墅居住的日子是他最快乐的时光 他需要自然 所以这里就是他的家 玛琳娜就是他的灵魂伴侣 两个喜欢大自然的人果然心灵气和 他们修建这座房子 是为了能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重新建立其与大自然的联系 他们都渴望体验一种简单的生活 放慢生活速度 重新建立起和大自然的联系 一方面 修建这座房子是为了追求一种理想的生活 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给其他人树立一个如何实现更加舒适 更有自主性的生活方式的榜样 现代人对于一些不需要的东西都是将其扔进垃圾堆里 因此他们决定将这些被丢弃的东西做建筑材料 让他们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而不仅仅只是无用的垃圾 建造这所房子大概需要一万两千美元 这真的太便宜了 房子十分精美 看起来完全不像是手工制造 男主人自己也感到惊讶 但确实是他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壮举 妻子的父亲是一个专业的木工 在建造过程中也帮了不少忙 这个水龙头是一些小黄铜剑拼接而成 所有的零件都是在五金商店买的 非常便宜 面前的窗户来自一所装修的豪宅 幸运的夫妻二人碰巧遇到 就把这些玻璃拿了回来 变成自己的窗户 这里是他们的工作室 男主人有意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冥想屋或者瑜伽房 让自然和人类活动更好地结合起来 现在他在努力建造新的建筑 还为此特意学习了汉奸 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种新的装修方式 慕名而来 现在男主人依然遵循着其最初建造时的环保理念 与周围的自然环境保持着高度的和谐与统一 在这里过夜 会感觉完全融进了自然的气息里 世界上每天都会产生很多垃圾 有无数的环保组织都为垃圾污染感到痛心 于是垃圾的废物利用也就逐渐成为大势所趋 废弃的床垫 冰淇淋桶 塑胶椅 以及农业和工业产品等都成为了建筑材料 只要发挥想象力 你也能造出和他们一样的小别墅 你也能造出和他们一样的小别墅